這個超能力的副作用勉強能接受 請問是什麼 可以從嘴巴裡噴火 但是會餵食到膩瘤 噴火燒心 太嚴重了 好 那梗賢請問校長演講下來 忘了關麥克風第一句話說了什麼 左邊輸過來第17個女同學叫什麼啊 同一個校長 根本就是變態 哇 第一次變了 第一次變 這次的臥底不是摳摳 也就是我們四個人其中一個 那是誰 是最近最火紅的 Shot GPT 哇 哇 現在各行各業好像都被這個 AI有點 你打得無法還手啊 現在很多視頻其實都是AI在發生的 注意看這個男人太狠了 那個就是AI的聲音 注意看這個男人太狠了 他的名字叫董璇 他一餐可以吃五個點檔 然而不出意外的話 馬上就要出意外 AI不是也有跟人家嚇我一起 然後畫圖 開始侵占到藝術領域 完了 完了 但我覺得 剪掉 但我覺得 喜劇是我們最後一塊淨圖 難說 然後我之前 OpenMind也是 AI寫的段子 現在國外的學生 有八成都是用 Chop GPT代寫論文 他們的論文程度就變得很高 教授看不出來 教授看得出來 你什麼程度變得那麼好 就都是用AI在做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要 給這個AI 笑一下馬威啦 好 然後一個大實力的圖靈測試 我們要讓AI笑出來 對 不對啦 不對啦 我們最初一來 這樣子我們就贏了 這樣很強耶 他等於看懂我們會笑出來 對啊 超強的 如果是第一次看臥底大實力的觀眾 規則簡單地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四個人之中 有一個人會拿到AI的答案 那我們四個人就要猜出 誰拿到的是AI的答案 沒有好笑的AI吧 所以我們就專猜不好笑的 是AI吧 現在嗎 我還沒答應 第一個題目是 校長演講下來 忘了關麥克風 請問第一句話說了什麼 我們請雲軒發一下紙條 雲軒被AI控制了 生快樂 生快樂 要看久一點 要看久一點 我不是AI 我不是我的 可以問 不是我的 我覺得字體滿漂亮的 滿可愛的吧 穆森 請問校長演講下來 忘了關麥克風 第一句話說了什麼 阿 麥克風 還沒關 阿 我現在是 他就是AI吧 他想要故弄選擇 你是AI嗎 還沒關 我覺得這個太不像 烏森的答案 對啊 這個很AI 你就問他說麥克風沒關 他就回你上下文的 麥克風沒關 對 他國籍 所以你抽到了 對啊 追風球 那你就看股票了 沒有 我要看看你們的 阿良請問校長演講下來 忘了關麥克風 麥克風第一句話說了什麼 搭女學生的裙子 再開端一點 我覺得那不是AI吧 他在交代說 下節期的制服要這樣改 這個很人類吧 對 我的個校 董哥 校長演講下來忘了關麥克風 第一句話說了什麼 我也可以差不多 Bingo 開始用女學生 穿黑色的BRA 一樣是校長 為什麼不是Bingo Bingo不是Bingo 我預想的 實現的感覺 對對對 對啊 應該是YES吧 不要說是Bingo Bingo Bingo 別害Bingo 好 那梗賢請問校長演講下來 忘了關麥克風 第一句話說了什麼 桌邊數過來 第17個女同學叫什麼 靠 同一個校長 沒有這個變態 沒有這個 你們都是女生耶 猜個屁啊 這三個 隨便一個都比較像木森的答案 對啊 你承認了對不對 我這個根本演不了 好不好 絕對第一個就被拆穿了 好我來寫一下答案 一二三 太多木了吧 ALEEN是誰啊 ALEEN 我怎麼會比 AI我是AI 答案是 BING BONG BING BONG 很無聊耶這個答案 剛剛太明顯了吧 剛剛前面還沒有說 你要去問他大喜利的問題 不是我們四個去問 也不是KOL去問 工程師又又去問 還有工程師喔 所以這些答案是 他訓練出來 對 這代表這是又又的程度 又又的幽默感 AI會給他很多個答案 對 AI還講了 終於講完了 我想我可以去喝點酒 哎呀我不曉得是已經說溜嘴了 這些學生真的太年輕了 他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好專精喔 這個應該可以在 不用關麥克風的時候講 對 我真的應該要多練習一下演講技巧 擺醒自己的方向 是嗎 那是我選錯答案了是不是 對 失敗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今天要穿這麼正式的衣服 我真的很不舒服 這個也滿好笑的啊 我真的很不舒服 有好笑嗎 我覺得很無聊耶 我太緊張了 我的喉嚨都乾掉了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我講話 我的演講技巧真的很差 我的演講技巧 這個禮堂很冷 我覺得我快要凍僵了 我覺得自己像一個超級英雄 一個接一個問題解決掉 差不多就這樣 大家看了 沒有啦 你今天是在那裡 你要先聽他嗎 笑 先聽他聽他聽他 先聽他聽他 先聽他聽他 不要白癡喔 好 如果你的猜出還是什麼 這句話我贏 雙盲出門結果帶到了一隻 就算下大魚也不能用的閃錢 問為什麼 這叫什麼 等一下喔 叫什麼 呃 欸為什麼開血 都還沒抽指頭 以為是一般大實力的企劃 好了 那就發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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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請發指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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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沐森請問這個超能力的副作用還算能接受是什麼 可以飛來飛去但是會有高三層 好 是能接受啊 天飛更自然的三層 我有剛剛是發明來降血壓的 對 然後後來才意外發明說 又迫起了 降血壓法是因為副作用 對 可是在做的時候又會增加血壓 這個化成沒血好 你有在吃是不是 很想知道 好 這個超能力的副作用勉強能接受請問是什麼 不管吃什麼都會變超級好吃 但會一兩杯的速度變胖 我做馬力想到嗎 我吃任何東西都覺得超級好吃 但他也會一兩杯的速度變胖 對 超過兩倍 搞不好我有超能力 高水率吧 對 好來先看答案 董軒這個超能力的副作用勉強能接受請問是什麼 可以從嘴巴裡噴火 但是會餵食到膩瘤 那是我超心 太嚴重了 好 有 好來 董軒請問這個超能力的副作用勉強能接受請問是什麼 可以預知未來但會失去記憶 太難懂了啦 想太多了 這個AI 這個就是人類 只有人類才會想 預知未來 這題滿難猜的 訓練得好 高三陣 以人類的邏輯來說是怎麼樣 可以抵消 可以起來高三陣抵消 對 好適合變胖抵消 我的是我的答案 你的這個不一定 我也是抵消 而且噴火很誇張 才會是我的答案 這很我吧 這比較我 因為我也有 我也有啊 你們兩個答案是不是顛倒了 對 你們抽到對方的答案 合理了 那感覺應該他們兩個其中一個 有 那我覺得我會猜他 會 廢話不然 我還有一個問為什麼 但是你想想看 高三陣 有一個專有名詞 會遲到逆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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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去記憶 專有名詞 這個沒有專有名詞 可是為什麼要專有名詞 為什麼要專有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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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頭痛然後這個死掉 會死掉喔 會 這些都是有一點誇張 誇張 可能那個就很正常 你們誰在把風向導到我這 不要 是不是 是他先說的 欸不 不是 剛剛是說專有名詞 為什麼 對啊 你現在為什麼要推給我 你剛剛不是我推給我 你跟我怪怪 每次早要倒下去 他就有點開心 對啊 你看你看看 他怎麼 是減體症 減體症 你是不是很緊張啊 可是會讓我們討論這麼久 AI已經是成功了 你已經成功了 你已經成功了 你也成功了 在你也成功了 誰啊 誰啊 好 來 1 2 3 請翻 木山董軒阿亮阿亮 阿亮請問你是臥底嗎 是臥底 沒有沒有沒有 還滿好笑的 這是搞笑的邏輯 是啊 這一題有稍微修飾一下語句 原本的文法是 可以使食物變得無限美味 但卻會讓人變胖 喔 看那個兩倍讓他玩 對對對 兩倍是又又加的對不對 對又又加的 又又加的 加了一點人類的元素在裡面 對 我的原本答案是 可以讓人變透明 但是吃的食物 會被寫給出來 你只要變胖 還好你抽到 最後一題的題目是 機器人統治世界後 第一件想對人類做的事是什麼 想一下喔 想一下喔 直接問機器人 有關於機器人的話題 對 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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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人人人 機器人 想到了 Bingo 答案請發 好 Happy Birthday 你說你的衣服有穿帆嗎 有穿嗎 你衣服有穿嗎 穿衣服嗎 你沒穿衣服喔 欸 好那一樣從木森開始 機器人統治世界後 第一件想對人類做的事是什麼 把咖啡廳全部變成 加油站 應該充電站吧 他是古代的機器人 古代的機器人 但我覺得這樣就是木森人 你不要評論你每個人 你覺得是不是老婆 那我又要評論 我還看不太出來 來阿亮 機器人統治世界後 第一件想對人類做的事是什麼 機器人驗證會變成 解選出以下是人類的圖片 這個就滿阿亮的 這個就滿阿亮的 來 董璇 機器人統治世界後 第一件想對人類做的事是什麼 想要按照人類智商高低來排名分班 聽得懂啊 可是這就是機器人的邏輯啊 沒有 反奉就是 機器人來統治人類之後 還用人類的方式 方式來分班就高 有點諷刺這件事情 喔 那他就看得可疑囉 我翻譯之後 不用再看完 對 討論這個 那梗賢 機器人統治世界後 第一件想對人類做的事是什麼 重新拍攝魔鬼終結者 喔 為什麼 因為魔鬼終結者就是在講 天王AI 他是反派 把人類統治 那AI同事說 不行我要是正派 對 這有點就是 民進黨上位之後 要把克剛改掉的 阿亮的真的就很阿亮 他很人類是不是 對 跟前內也是 好像是董前 跟 沒有 為什麼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加油站 很像是牧生會犯的錯誤 那就不是我啦 對啊 但是這也是我的答案 因為不是我的話 我就覺得好屌喔 你現在有點 不知道怎麼變怒對不對 就是 我的答案是最好笑 是你喔 我是 反鳳啊 那你是沐山還是董前嗎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覺得董前 因為肯定不是我 那如果是我 我就覺得 是會入神話 是會入神話 好啦不然按照直覺 好煩喔 好難喔 既然會有猜不到 來喔 好 就說到三請翻 1 2 3 董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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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是臥底嗎 我 不是臥底 我 是騙你們的 我是臥底 剛才應該懷疑我了 欸等一下等一下 因為如果還真的不是的話 就是他 可是董萱寫錯了 因為如果真的按照紙張寫的話 馬上就被太突然 第二紙張是寫 欸你不是我敵 欸你不是我敵 好可憐 好可憐 剛一提的吧 剛一提的吧 你不是我敵 把人類依智商高低 排成一排 滿有趣的吧 強迫症的人 會把東西 由大到小排起來啊 按照我剛剛 我覺得那是失誤欸 最重要的是 我看太快了 有點忘記 那你們還要聽其他答案嗎 好 好 把人類變成機器人 讓他們也體驗一下機器人的生活 把所有人類 關在一個監獄裡 讓他們學會尊重規則 喔 將所有的電腦遊戲取消 讓他們學會如何真正的享受生活 喔 欸這滿哲學的 將所有的武器銷毀 讓世界和平 將所有的蔬菜水果 都種植成含有蛋白質的植物 從此不需要再吃肉 取消所有運動設施 讓人類都變成宅男宅女 這個好像你講 說不定就更清楚 對 讓每個人都學會編寫程式 否則就會失去真存權力 將人類分成三類 跑得快的 跳得高的 和都不行的 欸這滿有趣的欸 這個好像滿有趣的欸 他昨天沒有念給我聽啊 對啊 有一個很可怕的 你們要聽嗎 好 讓每個人都學會唱歌 這樣他們就可以在被監視的時候 自癒於人 對 哇 這是他們真的都想做的事吧 對啊 他們有這樣的想法了 好可怕 機器人真的不能統治世界欸 他沒有在搞笑欸 他只要告訴我們 會發生什麼事 老哈哈捏齁 那我的答案是 禁止人類模仿機器人學習 我答案是這個 連跳機械舞都不行 其實我是有褻毒欸 絕對不行 那這次的 臥底大洗力啊 基本上 突破了 突破了 最後被取代而已 可惡 感情要被取代掉了 還是因為我最接近機器人 的情感 因為他的數據都是參數啊 你看我們對於女生的要求 就是看感覺什麼 他說 36H 一片比36D好 可是你都追蹤H了 對 哈哈哈哈 但是你是36H 就可以了 沒有啊 只要看感覺 不可能什麼H都可以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其實細思幾口 說不定我們現在正在拍片 其實機器人都在堅持 哎呀 否則都被卸聽了啊 這幾台他們都已經在流竄 對然後他已經就知道我們的答案 然後就開始訓練 所以第二天會更好笑 對 喔好可怕 好啦 謝謝大家我們是 滅開的 哈哈哈哈 滅水片 滅過水 滅水 滅水 就這樣子喔 好的 那下一題呢 我們要玩臉不一樣 讓觀眾來猜 我們不公佈答案 唉唷 永遠都不公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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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啦要啦 就一兩天後 我們會公佈在置頂 然後讓大家來猜猜看 是哪一個是 這一個是 好啊 那我就出題囉 來 請問如何委婉的跟別人說 你的嘴巴好臭 你的口氣就像 鳳梅和草莓一樣 清香 可以開個床戶嗎 你女的捧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來阿亮 請問如何委婉的跟別人說 你的嘴巴好臭 欸我最近超喜歡五月天的OA耶 唱給你聽 快張開你的嘴 呃 呃 呃 再不管你是誰 呃 好 總先 請委婉的跟別人說 你的嘴巴好臭 聽君一席話 要洗十次澡 你吃到了吧 哈哈哈哈 感情請委婉的跟別人說 你的嘴巴好臭 你想喝點什麼嗎 我幫你倒了一杯 李出德林 哈哈哈哈 濕透水啦 觀眾們知道哪一個 是AI的答案嗎 記得在底下留言起來 讓我們過兩天 就會把我們的正確答案 公布在我們置頂文章 記得唱 謝謝大家 我們是面白大棒夢 美洲市 記得要再來看我們 嘿嘿嘿 可以幫我開個桌子嗎 那是AI 來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